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头下沙的主要关键是台积电动摇军心 台积电在今天下沙了3.57%外资大卖 我们等会儿要来看外资到底卖了多少 除了台积电之外在今天比较值得关注的 则是撑盘要脚已经换红海单纲了 红海在今天涨了3.85% 除了红海之外联电表现也很好 2303的联电在今天同样是红盘的 大涨了4.63% 以及好多散户在里面的海运股 我们来看到长榮海域在今天也是大涨 曾经一度两等涨停板 在今天下沙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外资是大卖超 在今天外资卖超了超过300亿 所以现在的盘后盘出现了持续的回挡 目前的指数盘后盘 起货盘现在大跌了133点 今天受周线 周线已经是连12红了 下周的行情会让人担心吗 刚刚来介绍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资认分析师谢总理 主席好 大家好 财经系助理教授朱岳中老师 大家好 财经专家来先生献哥 大家好 财经所助理教授谢晨彦 大家好 财经所助理教授谢晨彦 大家好 好 盘市在今天下沙最主要的关键是台积电 台积电为什么出现了庞大的卖压 我们来看我们的户国神栓 在今天呢 英特尔公布财报 优于预期好消息 但想不到优于预期的英特尔财报 竟然CEO讲了坏消息 为什么CEO的一句话 让今天现货市场的台积电出现大跌呢 台积电是成也英特尔 败也英特尔 为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次英特尔财报的公布 为什么让英特尔大涨 因为英特尔涨了6.42 股价占上60块钱 那又就是因为它不论是第四季的财报 年度的财报 还是接下来第一季的财报 整体数字都优于分析师预期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财报的数字 我们帮大家看一下 因为第四季的营收是将近200亿超过预期 获利是1.12超过预期 整年度779亿美金超过预期 4.94的EPS超过预期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大家还是看明年的第一季 就今年第一季的预估 预估是186亿美金 EPS1.1美金也优于预期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 但照这样子来讲应该是不错 那为什么突然之间 一夕之间好像盘后又产生了变化 因为盘后英特尔自己就先跌了4% 又跌破 它原本占上去的60块钱 然后也影响到我们今天台积电 对 有时候讲话很重要 好 画面上可以看到 现在盘后已经跌了3.8% 最主要据说是CEO出来讲话了 讲什么呢 其实他这句话讲得很轻描淡写 他说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到2023年 我们什么都可以自己来 那当然有一些我们可以外包 特定的产品 那特定 特定 特定是很少吗 是什么 不知道 那之前不是说有大肥单吗 所以这样 台积电这家的资本支出道280亿 实际上好赌 所以当然大家就开始去想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先来想一件事情 真正的决定还是要到2月中 你要到他的CEO正式 因为大家也是说正式他坐稳那个位置 他讲的话才为准 所以到底是不是好赌 我们还是得先想一下 英特尔现在面临的困境 到时候这些调整会不会有转变 为什么 第一个我们要想一件事情 他现在是前有人 后有虎 AMD的市占 我们昨天在讲 他已经超过他了 这个部分怎么办 他要维持他的先进制程 如果不外包做得到吗 这个是我们要去想的第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都认为他会外包 因为你要干掉AMD 那外包首选 当然是台积电 好 当然现在他每个月 81.7万片的这个量这么大 他自己能不能做 你看每个月81.7万 那能不能做 好 现在包括CPU也好 包括GPU也好 是不是都要先进制程 那现在连避险基金都建议他说 你就外包吧 你就外包啦 你不要什么都要一条龙 所以当他这样讲 大家就会怀疑 可是问题是 这个离职12年的技术涨回来以后 技术的部分能不能追上 大家也在看 那你怎么追 你要维持你的先进制程 好 那你就增加资本支出 是不是这样 但问题是 你现在每年的资本支出的成长 都不到10% 那如果这个工程背景的回来 他有没有办法拉大这个资本支出 这个是他现在陷入的困境 所以才会一般都请向认为他会外包 对 但CEO这句话的意思是 他没有通通要外包 对 可能只有部分外包 这就让很多投资人失望 对 所以他如果没办法增加资本支出 是不是还是要外包 所以我们仔细看 这是我们请向外包的说法 对 所以他有 其实他现在有五个方案 在跟台积电讨论 那问题是今天台积电计之所以会跌 是因为大家认为恐怕不会如预期 对 不会全部 我觉得 因为如果全部 当然对台积电计理来讲 成长30% 这个很棒 但是有没有可能三星也分一点点 他也拿一点点 那为什么不外包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好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就是 他要短期获利 又要维持他长期的竞争优势 最重要的关键还是核心 他的真正核心最厉害的技术 如果这项外包怎么办 我觉得这是关键 他怕技术外流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 其实台积电跟Intel不是没有合作过 包括他的AI晶片 用台积电的16奈米 他现在的DG2 就是他现在的独立显卡那个部分 其实也是用台积电的7奈米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只是说现在真正的关键 他还没有整个讲出来真正的方案 我在想他原来的晶圆代工制造厂 那么大产 如果通通外包 那这个产要怎么办 对 所以这个也是 卖掉吗 这些人过怎么办 对 没错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当然因为现在大家往 因为今天台积电出现比较大的修正 那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网友 前一段时间买很多 因为比如说有妈妈报到零成本 最简单就我们的国发基金 此股台积电超过6% 然后16.5亿股 已经到现在回推下来 它的成本值得0.3% 所以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说 那我已经买台积电了怎么办 那我到底要不要再买台积电 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想问的 现在最多人问的问题是 649的台积电到底是不是太贵 好 649的台积电是太贵了吗 还可以买吗 还要续报吗 是所有小白货散户最想知道的 我先讲几个重点 台积电的本质没有改变 那个林志玲还是林志玲 只是因为我们 但是林志玲嫁人后 跟嫁人前是不一样的 还是林志玲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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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选一个还没嫁的好了 酒令 对不对 那个酒令还是酒令 基本上我觉得 第一个它的高毛利 它的高获利能力 这个还是没有改变 而且我们别忘了 不论是在 比如说更早期 在2002年那时候 或是在2010年 甚至2010年到2014年 那一段时间 它的资本支出 重点是什么 资本支出占营收的比重 我们来看这个叫资本密度 所以我们来解台积电 600多块的台积电 到底是不是太贵 对 你看当时2002 2004 那时候资本密度 是不是超高的 超过40% 然后2010年到2014年 那一段时期的资本密度 也非常高 尤其是2010年 2014年那一段时期 是不是让它拿到苹果的单子 让它每年营收成长15% 让它的股价成长多少 将近三倍 好 那现在的关键是什么 它把资本支出拉上来了 这一拉上来 我们仔细去除它的营收 我看到一个惊人的数字是什么 它的资本密度又回到40% 那是不是暗示我们 它接下来每年的营收成长 又要维持之前那种 15%的一个成长速度 好 那我们就要怀疑了 之前因为苹果的订单 让你可以每年成长15% 现在你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你每年成长15% 我跟各位讲 之前大家期待是英特尔订单 好 我跟各位讲 5G嘛 车用晶片嘛 还有包括物联网嘛 还有高速运算这些 难道我一定要英特尔 难道我一定要苹果吗 所以如果它还能够维持 每年15%的成长速度 娟姐 我跟你讲 阿关 对 她说那个外资跳出来 那个摩根大通说 你不要紧张 叫娟姐也没有犯错 没有犯错 没有犯错 对对对 我就觉得好像 好 好 好 没事 好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 所以从资本密度 平均密度 以及营修的成长来看 600块贵不贵 不贵是吗 对 那我要讲一个重点是什么 摩根大通说 大家会觉得说 你台积电的本益比 现在30倍很贵 对不对 可是艾斯摩尔本益比 超过50倍 你们为什么不去讲 你们为什么不 他只是做一个基台而已 他的核心技术各方面 为什么台积电不能再往上 所以摩根大通说 未来一年到一年半 他们认为台积电的本益比 他还可以再把它推高 所以你说到底有没有机会 但是问题 大家这时候也提出给我 我要帮各位解答 因为 那外资会想要大卖呢 对对对 大家都要问这个问题 好 来 今天外资卖了 61084张 卖很大 对 这好像在问周杰伦说 你为什么喜欢酒令 你最后取的是那个谁 这样子之类的一个问题 但你看到今天外资卖这么多 我一个很简单的解答 我们刚才在讲Intel的时候 它今年要发股利是1.36还是1.39 算下来的殖利率大概是2.2 好 那我们去算台积电 今年可能发多少 它每一季大概赚5块 那股利发放率是70% 所以算下来大概3块半 那我们算了一下 它目前的殖利率多少 就在2左右 好 那这时候一个2.2 一个2 别忘了 还有一个债券殖利率 债券殖利率现在1.2 好 所以我在这三个中间 我要选林志玲 酒令 坤什么东西的 坤林 我到底要选谁 坤羊是捷运站 坤羊是捷运站 好 我怎么会想到捷运站呢 好 就这三个的时候 其实外资会开始去思考 如果我不要债券 我至少去Intel 因为它的殖利率 确实比台积电高 所以我觉得 所以这是外资的思维 很简单的思维 因为它对台积电 长期的看法没有改变 但是就现阶段 殖利率的角度来讲 因为债券殖利率上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调整的原因 好 我们继续回来解 到底649的台积电 会不会太贵 所以刚刚陈彦用资本密集度来看 对 我们再从基金含量的情况来看 我没有念错 是含基量 这是对的 含基量 基金含量 对 好 那以现阶段来讲 当然我会 不好意思 先帮我再回到刚才那个台积电那一张 我会觉得说 大家已经买了 所以你会觉得贵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往下来承接 每跌3%或5%来承接 我用零股的方式去承接 我觉得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再接着刚才下一张的ETF 我们就要去思考说 如果我不敢去承接台积电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从ETF里面去承接 分担风险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会是0050 但是我不建议 等一下我会讲原因 反而是0052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00881 那00881的部分我不多做讨论 因为它的溢价太高了 所以你的建议是 要么就逢第一买台积电 继续买 不要怕 扔掉掉 我可以示范一下 扔掉掉掉 算了 不要 不好意思 然后再来就是0052 买0052 科技它高 比重比较高 往这个地方 还是可以分散一些风险 好